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点 咱们现在可以准备下一场了啊 准备换场 导演 我觉得刚才情绪不是很好 咱们再保一个吧 好好好 那就听悦解的 来来来 迅速保一点 来来 走走走 车来 车来 车出来 来来来 好好好 快快快 结果呀 咱们这次女主角 怎么选得迟悦呀 人家可是知名女打型 那怎么还演孩子妈呀 还不如看帮单款上位 她这脾气又不好 戏又啥 还有船带牌 还真当自己是巨星啊 特别好这点情绪 快快快快 你拳着呢 导演 我觉得我节奏快了一点 要不再来一个吧 行 那你们再找找节奏 回去放 回去放 找找些情绪 快快快快 迟悦 别太过分了 是你说的呀 我脾气可大了 不好人 今日 你伤害了我的孩子 我不会再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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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时候要记得说词 听见没有 我来的时候要记得说词 听见没有 一会儿要不咱们先对一对 阿姨 岳姐来了 这是咱们那三个小朋友 收起 收起 嗨 你们好 我叫迟悦 一会儿要演你们的妈妈 那我叫你迟悦还是叫你妈妈呀 你笨啊 你自己有妈妈 当然要叫迟悦阿姨 二十五岁以下的叫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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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叫阿姨 二十五岁以下的叫姐姐 嗯 是吹阿姨 是吹阿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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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巧克力 你们吃不吃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早就不爱吃巧克力了 是啊 阿姨 是甜食对牙齿不好 阿姨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咱们 三个小朋友比较古灵精怪 咱们这个戏啊 肯定能活 你们先焦虑焦虑 分明是三个大麻烦 崔阿姨 你说什么 说你可爱 哎呀 牛姐 那三孩子叽叽喳喳 他就没停过吵死了 我天哪 这比拍打戏还累 我跟你说啊 我这辈子 我都不要生孩子 行行行 累了你睡会儿 此刻 我们的夜空 正在发生 十年难得一遇的 月犬式天文器官 无论 再上海 你怎么不要我了 你怎么不要我了 阿姨 你怎么不要我了 阿姨 尼 小姐 大娘 你就给我们点东西吃吧 吃什么吃 你好娘都死了 我都赔了个棺材进去 哪有钱给你们吃饭啊 我们都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要把我们饿死呀 姊姊 快吃 你这小兔崽子还学会抢东西了 丽丝 给我把他关柴房去 放开我 哥哥 你哭哭 哭啊 一天天的你 哭什么哭啊 不要打了 你哭什么哭啊你 不要打我妹妹 不要打我妹妹 我们不吃了行不行 姐 来 哎 观察动了呀 不哭了 炸湿了 怎么了 怎么了 炸湿了 嗯 什么情况啊 屁哪儿啊 你们也在这儿啊 导演呢 还在拍戏吗 不是说好了 到了乱葬岗你再出来 你现在出来干什么呀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谁啊 你装什么糊涂呀 走走走 赶紧进去 别拉我 世约 你说好的事情是不是要反悔啊 哎 这到底是哪出呀 哎 我在哪儿啊 哎 十月 你怎么 你给我放开我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放开我媳妇 你媳妇 不对 这肯定是在拍戏啊 牛姐在哪儿呀 牛姐 牛姐 这是诈事了 得用会晤 牛姐 牛姐 不是不是 这马什么筒啊 你们到底有没有人跟我说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呀 我真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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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个剧组的 哪个剧组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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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啊 啊 我 这是燥了什么念呀 啊 真的 真的 这个 不对啊 他有影子 没有死的 他死个屁 现在是我小子 媳妇啊 媳妇 别进屋 媳妇 饿下 媳妇 洗洗洗再进去吧 媳妇 洗洗洗再进去 这群演的质量 真可以啊 这儿 这儿好像 不是片场 娘 娘 这儿好像 不是片场 娘 娘 你不要我们了吗 娘 娘 娘 她怎么又活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天她突然就从棺材里出来了 我们必须救她 哥 你去给她找个郎中吧 平时她对我们啥样 紫辰 你都忘了吗 可如果她真的死了 你觉得大包还会让我们好好地住在这里吗 这爹留下的房子 肯定就没了 哥 哥 我给她拿着 拿着 好好好 拿好了 快去 你干吗抢我们东西 让开 走 你们怎么能抢东西呢 走 大伯 现在你要说得明白 一个月后还战 为什么现在就来办东西了 借钱不要利息呢 借钱不要抵押的吗 你说你们这几个小屁还是什么 一会儿你们那个后娘洗的 自会告诉我 别哭了 烦死了 这句说了 娘现在还没有洗 都是救不回来 我们是不用还钱的 开 吵死了 你们在干什么呀 这 这不就醒了吗 这不就活了吗 十月啊 你现在命可金贵了 那好孩子们 花了二十两银怎么救活的 劳病 难治啊 郎中先生 您说难治 那这是有的治 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倒是有一味药可保他一命 只是很贵 多少钱 二十两银子 这钱我倒是有啊 他不能白给你们吧 这么着 你们三个 给我洗个欠条啊 我们以后哪来这么多钱还 这人我们不治了 等一下 我签了这欠条 但王郎中也要立个字句 什么字句 你要保证这药能救得了他 若是吃了没用 这欠条也不做数了 那怎么成啊 王郎中 别着急嘛 女孩子家怪不容易的 给我个面子 子晨啊 你肯定想清楚了呀 这欠条 真的要签吗 嗯 子晨 如果我们有机会救他却错过了 我们也会心不安的 我害怕 签吧 你现在就好好想想 怎么还我的债呢 皇皇 还你妹 你都这样还要打我呢 不疼 要不 再打一下 打这 要不打这打 要不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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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样 不是 还有这样 都 都带 这儿还有 这儿还有 你 你让我打呢 我还能拒绝 都麻了点啊 好 算你看 算你看 等我搬走 一个别给他留 是啊 好好好 等着啊 快快 这儿还有 这儿还有 都麻了 走啊 我们 我们来捋一捋啊 这里叫西空村 你们的爹李平 遇到山匪被杀了 我现在是你们的后娘 这个最大的男孩叫李子强 二姐叫李子晨 这个小丫头你叫李子夕 你在这儿装什么糊涂啊 子晨签了欠条就你 你现在装不认识我们 是要拍拍屁股走人吗 不是 我 哥 他可能是大病出狱 人家都是穿成公主小姐 我穿成三个孩子的后娘 还家同四壁欠一屁股站 我这是什么孩儿的模式啊 十月妹子 我饿了个吃 这不是牛姐吗 十月妹子 我是牛大嫂 王日李平兄弟 对我家那口子都有照顾 人家孤儿寡母的有难处 我肯定能帮就帮 牛姐不会有这么好的眼睛 完了 还真是穿了 我家也不富裕 就煮了几个土豆拿来给你们 快吃吧 哥 谢谢 是 娘 你也饿了吧 快吃吧 谢谢你啊 我就说那是鼻子 也不想要把我的天哪 你也不想要把儿子擠了 你初心来要想要把女孩都给你 我遮了你 快吃疯了你 快吃疯了我 即使你 我感觉吧 哥 如果我要上茅房 要用什么擦 这么大人了 还用这个 哥 娘 我们都用这个 脚 脚屎棍 他之前有多恶毒你们还记得吧 和后娘一起生活 一定要小心 就他上次进棺材前 大伯母端了鸡汤来 他一口都没给我们喝 鸡汤 热热的鸡汤肯定很好喝 娘 对吧 这孩子说话这么直接吗 按来原主对他们还挺刻薄的 子西 我们现在还欠着大伯二十两银子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喝不了鸡汤了 子西 今天哥给你煮野菜汤好不好 这也太凄惨了 我要是不管 是不是太没爱心了 那个 我说两句啊 谢谢你们为了救我 借了钱还写了欠条 那是紫辰心善 要我一定不救 不管原因如何 这次是我欠了你们的 当然了 我现在也没有钱 这现实情况就摆在这里 不过 我们可以做三个约定 你欠我们的 还要和我们约法三章 第一 这欠你们的二十两银子 我会还 你们不用担心 第二嘛 我们接下来和平相处 我不会刻薄地对待你们 你们也不要把我再当敌人 那要你先做到才行 那第三呢 第三 我好饿 我不想喝野菜汤 我还是想喝鸡汤 好 第三 我想办法给你们弄吃的 鸡汤就鸡汤 我厉害吧 你说这帮回来的东西 也没卖几个钱 你还挨了那小蹄子一巴掌 还在这儿没的 我这一巴掌挨得是不是 不过你说迟月 怎么了 咱们之前不都说得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又呼上孩子了呢 之前主动做这个局 说卖紫辰 然后分钱走人的可是他 他是不是脑子烧糊涂了 不行 还是得让他走 不然到时候啊 不然到时候咱们就没办法 咱们就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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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我这头绳做的弹弓 还可以嘛 一会儿子强负责烧火 紫辰八毛 紫西 紫西太小 负责吃鸡就好 现在我们就只剩一个问题 啥问题啊 你们 谁会杀鸡啊 对不住了 脖子伸出来别动啊 娘 你行不行啊 这杀鸡 怎么比打猎还难呀 不管了 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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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点着了 娘娘好吗 没问题 你们抢好吧 来 鸡汤冻好了 你的 来 干 可以吃了吗 当然可以了 来 等什么呀 动筷子吧 哥 你也饿了吧 快吃吧 这个野鸡啊 肉嫩味鲜 咬一口 那个浓郁的香味啊 全部都窜出来了 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吃吧 这吃不完多可惜啊 总不能倒了吧 咬一口 怎么样 再来点 来 谢谢你 太奇怪了 来 你 兄台 赶闻这里可是西空村 你怎么才来呀 你是在等我 我都等你半天了 快跟我走吧 就在前面 走 走 来 兄台 慢点 能动吗 兄台 我这不就卡住了吗 这样 一会儿啊 你进去让李文人出来帮你 知道吗 就看你的了 等你好消息我 你 等等 此刻我们的夜空 正在发生十年难得一役的 月泉石天文器官 月泉石 不知道下次月泉石的时候 汗能不能穿回去啊 娘 你可以跟我讲个故事吗 啊 还要讲故事 去了吗 可是我想听故事吗 子西 别求她 她肯定不会讲故事 谁说的 我现在就说一个给你们听 从前 从前有个公主 叫白雪公主 她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 她的后娘 嫉妒她的美貌 就给她吃了一颗毒苹果 后来白雪公主就死了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故事 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越说我越害怕 没事 没事 这个后娘啊 最后肯定死了 是吧 有人在吗 不知可否帮带下一个忙 谁在喊帮忙啊 打扰了 刚才路过您家门口的时候 马车卡在泥坑里 马车卡住了 对 子强 你去院子里找根木棍 子晨 你带着子西到后面推车 好 这位朋友 你叫什么呀 小生姓姬明红 红弧之至的红 文卓卓的 行 你到前面去拉车 来 子强 放在这儿 子强 你也去后面推车 我喊三二一 我们大家一起使劲 三二一 你 这位娘子力气好大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杠杆原理 杠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说的你也不懂 说的你也不懂 你的脸 算了 进屋擦擦吧 走 我回来 子晨 你先带子西去睡觉 好 走 我们回去睡觉 来 擦擦吧 好 这边 这边 在哪儿 在哪儿 十月 在哪儿 在哪儿 十月 好啊 好啊 你个十月啊 你说你想改嫁我能理解 但你这儿偷汗就算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败坏门眉的音妇 这位兄台不就是刚刚 小兄弟 你可千万不要提这个音妇去遮掩 走 随我去见村长 然后一武一师将她如何勾引你的事 全讲出来 要去见村长 对 去等村长发落 弟妹 我们费尽心思 给李子晨在县城找了好人家 你去死命阻拦 你不是要卖了子晨 可以自己做嫁妆吧 不是吧 这么老土的剧情 你们也想得出来 说什么玩意儿 十月啊 今日你做出这样的丑事 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解释啊 走 跟我去见村长 我 吴峰 我们跟他们走 去解释清楚 就是啊 村长可不会冤枉你的 走啊 走啊 走就走 怕你啊 来 来 李家列祖列宗 抱有我西空村村民 遵礼守法 平安无事 村长 池月偷人了 村长啊 丢死人了 起来 放人长啊 丢死人了 池月 他大半夜勾的野男人 跟野男人私会 这淫妇是要进出笼的呀 不至于吧 他不过是个问路的 如果和男人说一句话 就叫有违复得 那全村的姑娘媳妇 都不能和人说话了 赶紧啊 把勇不给你钱了 什么钱 虽然我确实长相英俊 年轻力壮 但我和这位娘子 确实第一次见面 更谈不上什么奸情 而且 当时在场的 还有三个孩子嘛 他们可以作证 这 这 我刚所说的都是实话 村长啊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池月啊 当着三个孩子那儿 勾引他呀 你看这个淫妇多不要脸啊 你不要怕啊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村长替你做主 喂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义父 外省有礼了 你是三妹的孩子 姬红 上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孩子呢 正是外甥姬红 我禀明父母后 自驾马车一路游山满水 记得幼时曾来过西空村 这里风景宜人 特来看看你 却不曾想 马车卡在了这位娘子家门口 使她好心出手大救 你是书香满地 自然品格端正 断然不会和池月有私情 我不是让你找 隔壁村的那个 专门勾搭寡妇的小白脸吗 我这都变出金去了呀 形势对我有利呀 不能错过 我真是 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想着 这位公子有难 我能报就报 为此想还要受到 这番侮辱 寺掌大人 我不想活了 我 执月啊 我知道 你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 李翠 你不要听风就是雨 执月他就算没偷人 他欠钱是真的吧 什么时候还钱呢 对啊 我家男人死了 家里没了顶梁珠 难道 难道非要逼死我 来把钱还上吗 村长大人 您作证 若一个月后 我还不上钱 任凭大房发落 但是此时此刻 我无论如何 也拿不出银子呀 执月啊 好好好 我做个见证 执月一个月以后 有了钱了再还大房 不是 就这样了 散了散了散了 吉红啊 你随我去见你大姨 大姨现在怎么样 你大姨啊 整天念叨着你 想死你了 大姨 大姨 让 还推我 他想死你了 瓜大姨 还想死你了 他想死你了 我一会儿 这么想死你了 他这种 没用的东西 他现在 不是还欠着你们银亮吗 去给我要回来 我哪敢啊 他老对我动粗 而且当年他进咱们 李家门之前 我也不知道 他这么彪悍啊 这世上 就没有管不好的儿媳妇 吃月妹子 李优说天啊 这不是李家二房那寡妇吗 连个针线都不会 听说她还欠着大房的钱呢 她进门就克思李家老二 咱们给她留点远点 你们说什么呢 有本事当面说 别背后议论别人 说你晦气 克服 一身的穷气 还欠钱不还 晦气 那岂不是连我呼吸过的空气 都变得不干净了 干吗呀 怎么样 你们最好连气都不要喘 免得玷污了你们的嘴 走走走 真晦气 什么人啊 都是 离她远点 真是晦气 世约妹子 你这样以后在村子里 还怎么做人啊 我才不管他们呢 别人要说什么 我也没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还不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 不过 也是 欠人钱总是不好 得想办法 赶紧把李家大房的钱还上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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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好消息 实验家野味 贵类大甩卖 二十文 通通只要二十文 二十文 你买不了吃亏 二十文你买不了吃亏 二十文你买不了商当 天然无公害 健康者的首选你值得拥有 你这词儿一套到哪儿来的 叫卖叫卖 不叫大声点怎么卖 我都看好了 咱们西风村啊 一只野鸡卖五十文钱 但是呢 我们只卖二十文 不利多消 这野鸡野兔都是你自己打的 会有人来买吗 那是当然了 看我呢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各位朋友们 新鲜的野鸡野兔 这个美女买一只野鸡回家炖汤啊 我不买 李家的小寡妇真会气 那怎么了妈呀 这位大哥 二十文一只的野鸡 入股不亏 谁要买你的东西啊小寡妇 闪一边去 美女 野鸡只要二十文钱便宜又实惠 走开 你家的嗓子行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野鸡野兔通知二十文入股不亏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各位朋友们 你干嘛 你干嘛 玩会儿啊 玩会儿啊 二十文买不了出费买不了上当 看一看 瞧一瞧呀 便宜又实惠的野鸡 入股不亏 特别的划算 这个大哥 看看我们的野鸡野兔啊 只要二十文钱 这不李家的小寡妇都玩了 卖得怎么样 我们自己打的野鸡野兔 便宜又实惠 看着还挺不错的 但我是个光棍不会做呀 这样我买两个 你帮我一起回家把他给炖了吧 我们不卖给你了 你走 小屁股 鬼子 你干什么呀 哎呀 我这手还挺白 走啊 跟我一起回家炖汤去 然后咱们再做点别的 我不告诉你 你惹错人了 小肠子 我要是再见你骚扰过人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滚 你给我挡着 你给我挡着 快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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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强 没事吧 我没事 姑娘 我买一只 你刚才叫信徐马子很厉害 谢谢 快挡着 霓杨 你知道吗 今天池月在村里卖什么野鸡肉 给咱们李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抛头露面 反复走卒 成何体统啊 霓杨 我就是担心她又真赚到钱了 把那钱给还上了咋办啊 这个池月就是个祸害 不能再让她做这阿渣的买卖 明日起 你跟她说我病了 叫她好好地伺候 让她过来 好好尽尽做媳妇的本分 这感情好啊你啊 可不能让她过那舒坦的日子 好 走快点 霓杨 池月来了 听说婆婆您生病了 可我怎么看您面色红润精神不错呀 要不我去找个郎中给您看看 慢着 这几日啊我身子有点沉 你啊毕竟是我们李家的媳妇 这尽孝是必须的 这几日你就贴身地照顾我 要是照顾得不周啊 我呀就把你告到村长那儿去 是媳妇一直做得不够好 没有在婆婆面前敬过孝心 婆婆您放心 从今日起 我一定贴身服侍您 来婆婆 喝汤 这可是我精心熬的 对您身体好 怎么样啊婆婆 这这这这 这是什么呀 大补汤呀 我跟您说呀 这个姜啊能驱寒 我放了七八个 算能辟毒 我也放了七八头 还有大葱 可以温补顺气 我看咱家厨房里有个十几斤 我全给您放了 婆婆 这一摊喝了呀 保证对您身体好 你这做的是给人喝的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啊 你是要 要堵死我呀你 婆婆 婆婆您身体还没好 可不能生气呀 再喝口汤顺顺气 你要堵死我 婆婆 你要堵死我 婆婆您吃哪儿啊 饭还没吃呢 婆婆 今天白天是我不好 您放心 今天晚上我啥也不干 就在这伺候你 睡吧 晚安 婆婆 起床如厕了 婆婆 起床如厕了 还干嘛呀 我这睡得好好的 婆婆 你要干什么呀 您呢睡前喝了茶 要是不上茅厕 怕是对身体不好 来 我扶您去 我要睡觉 婆婆走 我扶您去 快呀 走吧 婆婆 喝水了 干嘛 起来了 我要睡觉 好 婆婆 老年人得多喝热水 来 我不喝 喝吧 我要睡觉 婆婆 记得要多喝热水哟 婆婆 婆婆 起床锻炼炼身体了 你这样照顾毁了你 你别敲了 太吵了 我这头疼啊 婆婆 您头还疼呀 要不然再睡会儿 我不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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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郎忠来了 来 来 您走 王老珠 你赶快给我娘瞧瞧 她这病 是不是特别的严重啊 芷月啊 你去把我的佛珠拿来 佛珠 走了 你拿了钱 可得按我们说的话去办 放心吧 李翠都交代好了 再说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就不信 治不了这个儿媳妇 快点 李老太太呀 您这病可麻烦了 我这病还有的治吗 有一副药 喝了可以药到病除 只是 只是这药眼子呀 需要一位二十岁左右 身体强健的女子 身上的血肉 这二十岁左右 身体强健的女子 说的 该不会是我吧 这割肉奉亲哪 确实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我这老太婆啊 死了就死了呗 治月啊 你要是不愿意尽孝 我也不怪你啊 哎呀婆婆 瞧您这话说的 我怎么能眼看着婆婆 忍受病痛折磨呢 王朗仲 嗯 我愿意割肉 给我婆婆治病 这 这可是割肉啊 你 你真的可以 那是自然 只是不知要割哪块肉呀 那那那那哪都行 哪都行 哪都行 那行 王朗仲您先开药 我怕割肉受伤行动不便 我先回去给孩子们准备点吃的 一会儿就来 嗯 他 他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管他呢 让他吃点苦也好 那我这钱 等会儿再说吧 嗯 这脚 十月妹子 刘大嫂 你这脚怎么了 我婆婆生病了 请了个郎中 说要割肉做药益 才能把病治好 什么 割肉 你 没事的 就是一块肉而已 过几天就长好了 咱们都是做媳妇的 知道这婆婆忤逆不得 要是稍有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说成不孝 这也太过分了 这做女人太难了 你们说 难道我向我的相公早逝吗 可是我相公没了 这罪就要灌在我头上 要是我这婆婆的病再治不好 还是又要说我会进来 刘大嫂 我不说了 我得回去给婆婆煎药了 这李老太太也太过分了 这么欺负啊媳妇 是啊 我婆婆再折腾我 也不会这么恶毒 这李老太太 平日里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 没想到做事这么狠 迟岳居然肯给婆婆割肉主要 这心还是挺好的 其实迟岳妹子是个好人 你们以后可千万别再受她客服 不吉利了 这穴儿 Thunder 这咸猪熬好了 您赶紧趁人喝吧 我这个病啊 是被你砌出来的 以后你要是做得不好 我这个药啊 就一直喝下去 你懂了吗 懂了 婆婆 婆婆 您觉得这药味道如何呀 还可以吧 那就行 这王郎中说呀 要割肉做药益 又说哪个肉都行 其实也巧了 我这脚上呀 刚好生了一枚鸡眼 也是疼得厉害 我正想找人除了 我又一想 这鸡眼也是我身上的血肉 这割下来给您做药饮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你说什么 这 这药饮子 是 是 是你的鸡眼 正是啊 婆婆 我这左脚的鸡眼除了 若是您病还不好 我右脚还有一枚 管够 婆婆 您怎么了 婆婆 你相信我 一定让您药道病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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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气死我 婆婆 你千万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心呀 是 婆婆 还想整我 也不看看我是谁 蚩月娘子 金黄公子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受伤了 你看看这些药能不能用上 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了的 我听村长说 你割肉伺候李家老太太入药 未曾想 你居然能这么孝顺 放心 我好着呢 你看 我才不是那种 遵循三从四得的小娘子呢 想让我给婆婆割肉 想都别想 好 驰月娘子 果真与众不同 但这话 可别在旁人面前再说了 怎么了 是要晨谈 还是要打板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 驰月娘子没事就好 我就先回了 嗯 驰月娘子 这是我新做的望月筒 想邀你一起赏月 望月筒 你还能做出这个 也算是这个时空的独一份啊 我自幼就爱看夜空 总觉得月亮有很多变化 阴 情 缘 缺 还不时会有异象出现 就像 天狗十月 很多人不懂 以为这是凶着 但不过是 斗转心仪的自然现象罢了 都是我规律可循的 你还懂天文 我就爱读个弦书 略至一二 那你能算出 下一次天狗十月的日子吗 这我倒是没有试过 不过 应该是可以计算的 驰月娘子为何这么关注 天狗十月啊 秦鸿 你要是能算出来 一定要告诉我 这对我很重要 快看 刘欣 还愣着干嘛 许愿呀 赤月娘子 这许愿是什么呀 哦 在我的故乡呢 我们看到刘欣都会许愿 而且一定会成真的 那 赤月娘子取的什么心愿呢 一 眼生活顺遂 二 愿无病无灾 三嘛 希望我能不后悔 自己的一些选择 池月娘子 做了什么选择会后悔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 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所有的选择 都是命中注定 也许 这真的是 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也罢 我就尽管向前 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那 我遇见池月娘子 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 当然是缘分啦 我还等着你帮我算 下一次听狗十月的日子呢 我再看看 你说这个池月现在怎么就这么厉害 明天我去趟这里 你是要 我还找不来狠人收拾他 为什么这些故事里的后娘都这么坏啊 没办法 没办法 可能大家默认后娘就是恶毒的吧 子晨 要不 我给你讲一个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 小红帽和大灰狼 小红帽和大灰狼 好呀娘 你等我一下 我去趟茅房 快去吧 小红帽和大灰狼 紫辰 紫辰怎么还不回来 子强 你看好仔细 我出去看看 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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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救了 别救了 孩子被送过来了啊 赶紧卖了还钱 好 还有我的那份 是什么之后抓紧送过来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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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 我 你 放了李子辰 不然我要你好看 你个富多人家 挺凶啊 李翠 你拦着头 我们先走一步 不不不不 我 我怕是拦不住我 你去 李翠 紫辰是你的亲人 为了一点银子 你居然把他卖掉 事已至此啊 他又不是你亲生女儿 你这是何必啊 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也由不得你这么作践 既然他缓我一生娘 我就会负责到你 今天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你一个女人口语到不小 你看我这丫头 我就会为这娘子 好 让开 让开 让开谁陪你啊 你好 好 弟 弟兄啊 师爷 听说 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 跟我没关系 你听我去 你们先 啥干话 聖恩 孙程 娘 别跑啊 娘 买吧 信学志欣 您去哪里 你没事吧 娘 没事了 没事了 娘 今天是我给你惹麻烦了 谢谢你保护我 谢谢什么呀 上次我生病 不也是你照顾我 给我喂药的 可今天那些匪徒那么凶恶 你若是有什么危险 娘是个汉府 区区两个毛贼 不怕 再说了 就算他们再凶恶 我难道看着你被掳走啊 谢谢你保护了紫辰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李子强也会和我说谢谢啦 要是我能打过那些人就好了 迟早有一天 你也能自己保护两个妹妹的 今日那两个坏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紫辰 你在哪里见过他们 爹爹死的那天 我知道爹爹要回来 就去村口迎接他 却看到了那几个坏人 这么说 你们爹的死和大方有关系 紫辰 你确定吗 也许是我今天吓坏了 看错了吧 以我拍过好几部警匪片的经验看 这事肯定有蹊跷 还得多留心 娘 我拍 我拍了 仔细不怕 以后娘保护你们 娘 我 怎么了 我好像又饿了 给你 你呀 我 Venus 吐了好几日了 儿子特地给您炖的汤 喝两口吧 拿错 拿错 我这也不要看到鸡这东西了 这齿月 早至现在 当日就该 当日 好 没事 没事 不停了 你坐下 李翠啊 你还有事要叮嘱你 再过些日子 张大贵他就要回村了 这回 如果他愿意带你一把 那你以后就不用愁了 我知道 李平当年不就是因为张大贵 回乡祭祖的那会儿露了个脸 才有机友跟他出去做买卖的嘛 所以这一次 咱们得早点做准备 你呀 也要给我争点气呢 放心吧 娘 娘 你上次打的野味没卖完 都臭了 我可以背着野味去别的村叫买 你一个孩子 我不放心你自己走那么远 再说了 要是人家拿了东西不给钱 你怎么办 那我 我就跟他们干架 不要动不动就干架 可娘也很爱干架 小机灵鬼 我感觉是这样的 咱们村和附近其实都不太富裕 但大家图个新鲜买一直倒是会 但长期下来哪里舍得天天吃肉 这野味生意怕是做不长久 紫辰说得也对 可是 咱们也没有田产 又想赶紧还账 必须做点买卖 大伯以前再没钱 都会让我们去给他买下酒菜 对 村民们干了一天的体力活 就爱喝点酒结巴 要是能卖些便宜的下酒小菜 应该不愁生意 下酒菜 好 好 这个做的是什么呀 怎么都是些压迫机状 谁知道他用到什么压迫子 不是这个弯儿 差了点什么呢 杨大嫂 杨大嫂 你这是 没事 你这风迷了眼睛 杨大嫂 若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也可以说出来呀 虽然我能力有限 但是多个人多个办法嘛 是不是你婆婆又为难你了 都是我命不好了 我平日里省吃点又忙进忙出 就是想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 可是我那婆婆 她拿了家里所有的钱 给她自己的小孩子 她眼看见要交电宗了 她交不出去 弟妹收走了 两年我们吃啥喝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你要死啊 还在招呼人携船 还不会去做饭 老太太 你知道你做错了吗 我哪里错了 你一 错在拿大儿子大儿媳 辛苦攒的钱去贴补小儿子 二 错在不知好歹 你不知道牛大嫂对你多加忍让 三 错在为老不尊 连家里要交电租的钱 你也敢拿去货货 牛大哥牛大嫂就是交不上电租 老太太 明年你可就要喝西北风了 我老太太 我哪懂得这些啊 我哪知道真是交铁足的银子啊 你不是还有个陪家的镯子吗 哪去当的呀 你 婆婆 这镯子是我娘的遗物啊 你 你 欺负不见婆婆了 大家快来看哪 我老婆子好迷苦啊 她欺负不笑了 我 牛大嫂 我和孩子们最难的时候 全村只有你帮了我们 这银子 我这儿还有一些 来 拿着吧 这 这 还不快接着 拿着吧 婆婆 这次十月妹子 帮咱家斗过难关 以后在家里 我不会让你打骂安排了 否则 就是辜负了十月妹子一番好业 你 你 你 是 是 是 老太太 我要是你 就乐得少惹伤 儿子体贴 媳妇孝顺 你又不缺吃不缺喝的 何必再让大家斗不好过呢 我来到柠檬下车 我会怎么感谢你呢 没事 别客气 这些是 这居然有花椒啊 你也吃过呀 这是我家乡的一种香料 我们喊它麻椒 我婆婆天天说要把它扔着呢 牛大嫂 这些麻椒能给我一些吗 您要这都拿去 太好了 这下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娘 姨妹子来了 姨儿 你可回来了 娘 我听闻您生病了 您可要绑着身子啊 我这个病啊 是让池月给我砌出来的 你啊可一定要想办法 帮我除掉这个池月 此事不能着急 我且想办法吧 姨儿 我听说 比你后进门的那个 叫什么娘 她都已经怀上了 是娘 你放心娘 仙老爷对我很是疼爱的 连他最看重的酒坊生意 都交给我来打猎了 姨儿啊 你呀 可要多讨仙老爷的欢喜 好尽快地给我除掉池月 你呀 您做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好香啊 这些是我新做的卤味 咱们没卖完的野味 都可以像这么卤了 再卖给村民去做下酒菜 好香啊 卖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发财了 这卤味真会有人买吗 这眼看就要还大房的债了 现在又不卖野味 卖卤味 咱们真能攒够那么多银子吗 其实 咱们之前卖野味攒下的银子 我都拿给牛大嫂了 他们家遇到一点困难 你这个时候冲什么好人啊 哥 牛大嫂之前也帮过我们很多 娘她只是好心 她是好心 但大房的债不还 你就会被拉走 我不能看你真的被卖了呀 算了 我也能打脸 我自己去卖野味赚钱 她什么都觉得自己厉害 不靠她 我自己也能打到野味还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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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卤土豆 卤鸭翅 卤鸭脖 卤鸡针 卤鸡爪 你都尝尝 好 卤鸭娘子 这味道很特别 吃到嘴里又蛮有香的 好吃吗 好吃好吃 好 那就好 你肯定是吃过不少好东西的 找你来试吃我才放心 这些啊 都是我专门做的 这是你专门为我做的 卤鸭娘子 我 你心里 子强 子强 你怎么了 不用你管 这孩子 专门为我做的 各位村民朋友们 都来尝尝我独门蜜汁的卤鸭 保证大家尝了就吃得好 免费试吃啊 免费试吃 二位大哥 来 尝尝我的卤鸭吧 免费试吃 来 您尝了 一定觉得好 这不要钱吃啊 这叫试吃 您可以每种都尝尝 吃高兴了再买呗 那我吃完不买也行呗 您这话说的 我对我的卤鸭有信心 您尝了 保证买回去下酒 来 来 来 都可以尝尝 这味不错啊 还挺好吃啊 那来看看我的卤鸭 这个味真不赖啊 你这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我看二位大哥都是懂美食的人 这样吧 我给您打个折 打折 本来呢 我这卤鸭啊 是十文钱一份 但是 如果您大家一起买 我就给您算八文钱 这就叫打折 这么便宜啊 来 来 来 一起买 一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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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给你给我 两份 来 来 来 可以 可以 您可以试吃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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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吃好了 再来啊 告诉这方邻居啊 下班喽 真没想到多迈空了 开门红啊 吃月娘子 金红公子 我听姨父说 过几日富商张大贵 要回村祭祖 这张大贵念旧 每次回村都会出钱 请全村人吃饭 他也最爱吃些新鲜玩意儿 你这卤鸭不就能拍上用场了 这个张大贵是做什么的呀 你这卤鸭不就能拍上用场了 这个张大贵是做什么的呀 这你有所不知了 他原本是西空村的地主 现在县城里经营着不少商货 买卖做得可大了 但因为他对西空村有感情 所以每年都会回来记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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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都忙了一天了 要不要谢谢 我不累 得赶紧做些新的鲁味送去村长家 村长也要买我们家的鲁味呀 这可能是我们的新希望 如果成了 说不定可以给你们多留些银子 娘 你说多留些银子给我们 那你呢 娘只是想多赚些钱 俗话说得好 钱多不压身嘛 李老太太 快请坐 有事吗 村长 这眼看张大贵他就要回村了 这宴请的事情就交给李崔办吧 李崔能行吗 怎么不行 那前几年李平能做好的事情 李崔她能做不好吗 村长 十月 你来干什么 我正在跟村长说正事呢 村长 你说这事 那行吧 这个宴请张大贵的事情 就交给李崔去办 还是晚来了一步 村长老爷 我来没什么事 是我新做了一些卤味 想拿给您尝尝 你倒可会讨好啊 平日里怎么没见你拿些什么东西 来给我尝尝呢 村长 这卤味啊 就是要刚出锅的才最好吃 您赶紧尝尝 好好好 李老太太 你就现在回去 督促李崔 抓紧时间去准备吧 好的 你别在这儿杵着了 走吧 村长 您一定记得十二 走 好 自己会组 慢走啊 这味道 真不错啊 十月妹子 我被派去给张大贵的宴席做帮厨了 每天有二十文钱呢 我婆婆还闹腾 说没人做家务 被我给拒绝了 都是因为你 我才敢这样反驳她的 帮厨 娘 说不定我们有办法了 嗯 这个动作一定要麻力一下知道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好好好 放这儿 放这儿 这全是不一样 你一会儿再擦擦这个桌子 把这个盘子 好 先摆这个桌子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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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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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客气 哎呀 小翠啊 小翠 哎呀 你都没看见我 好久不见了吧 可不啊 可不啊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哎呀 这祭祖啊 每年呢 都麻烦您了 张老弟 你可别这么说 咱们村子的修桥铺路 这全都仰仗着你 可不是吗 张老爷 您可是我们村子里的大贵人哪 不看到 张老爷 可以入席了 来 请请请 请请请 一崔啊 到后面去看看菜去 好 张老爷 那我先过去了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呀 这个菜呀 都是李老太太的儿子里催 哦 哎呀 今天真热闹啊 真 村长 来来来 板上板上 这 想必这位就是张大贵张老爷吧 好 正是 今天这席面啊 是我家大哥筹办的 您可还满意 好好好 这边有您说话的份儿吧 张老爷 这是我家的儿媳妇儿 平时呀 就是这么疯疯癫癫的 好 今天哪 她又来扰您吃饭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下去教训她 哎 无妨 无妨 伯伯 我不就是来打个招呼嘛 这有何不可能 是不是 大家都是街坊邻居啊 吃好喝好 不要客气啊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这既是李家儿媳 今天宴席啊 你呀 也多吃点 好 你这小蹄子到处乱跑 就像露面 还不快快 齐悦 咱们不坐这桌 坐那边那桌 快走 走 这 这 村长 张大老爷 那我先失陪一下 您二位慢慢用 好好好 张老爷 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 无妨无妨 我自己会走了 好好好 来 吃这个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请请 来来来 请请请 来来来 敬 张老爷 擦干行吗 挺好 那我再去后厨看看 上这儿去 这 张老爷啊 以后我们村子还要多哑仗你啊 老太太 最近身体可好啊 我身体还可以 您的生意一定很兴隆吧 生意还是老样子 来 来 来 张老爷啊 您可是太谦虚了 这不是 这得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帮帮你啊 我们家李崔 你看看是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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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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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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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这和我们家李崔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呀 这盘菜 出自刚才那位池月小娘子之手 好 好 我能再见一下池月娘子吗 池月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了 庄月娘子啊 你怎么想到 用这压脖肌爪 做卤味的呀 张老爷 这些卤味 虽不是什么金贵的食材 但只要经过合适的烹饪 便会更有风味 口感筋道 有弹性 耐嚼 而且啊 我还放了一种特殊的香料 爱喝上几杯的人用来下酒 那最适合不过了 好啊 不错 不错呀 张老爷 我还有一些生意 想跟您谈谈 不知您何时有空啊 没想到 迟岳娘子还有做生意的想法呀 好啊 我这几日都住在村长家里 你明日来找我吧 好 好 气死我了 娘啊 这 这该怎么办啊 这 要是迟岳真让那个张大贵带去做买卖了 那我该如何是好啊 我 我这不也在着急吗 迟岳老太太 我有事找你 是关于你儿媳妇职悦的 是这样的 你儿媳妇给张大贵做的卤卖里 最重要的一味调料 在我手里 你好 牛大嫂 今天真是多亏了你 张大贵才能吃到卤卫 明天 我就可以去说服他 做这门买卖了 做这些有啥用 还不是没钱还债 子强 你先别着急嘛 我正在想办法 你们小孩子 小孩子怎么了 想办法想办法 万一那个张大贵 不愿意花钱 做你们什么卤卫买卖呢 我是小孩子 我也没你有本事 但我不想紫辰被带走 紫较 紫较 我可能正因为帮不上忙 而赌气呢 帮忙 我也没让他帮忙呀 所以他才觉得自己 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干着急 紫较这孩子 我是看着长大的 要强得很 迟远娘子 你打算做什么生意啊 绝绝子卤味 小吃推车 您看看 这绝绝子是什么意思 绝绝子就是 味道绝妙 口感绝佳 吃完开心得像个孩子 的意思 新奇 就叫这个名字了 制作几辆这样的小吃推车 让伙计走街串巷售卖 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而且还不必花钱在铺面上 开个价吧 是五十两还是一百两 按这图纸和鲁味配方 一起卖给我 谢谢张老爷 其实这鲁味的方子并不特别 而且里面的一味香料 还是来自牛大嫂 钱都好说 我想先求您两件事 你说说看 第一件事 是希望您所有制作鲁味的积鸭 都能从西空村订购 好 好好好 好 我同意了 这第二件事嘛 我想 慢着 这第二件事嘛 我想 慢着 李老太太 好 张老爷 您是不知道 这池月做的鲁味好吃 那是因为加了一种香料 叫麻椒 现在麻椒都在我手里了 要不这样 让李崔跟您一起进城去做买卖 她呢 也能帮助您 您这不放心了吗 这 婆婆 您这如意算盘 别说县城 真是打得连京城都能听见了 婆婆在这儿说话 有你这个媳妇插嘴的份吗 你 你这不孝的媳妇 还不快回家 把剩下的麻娇给你拿出来 够了 村长 张老爷 我答应麻娇给池月 就不会给别人了 你 婆婆 您年纪大了 就别参见村里的事了 走 我送你回家 你 你别走啊你 李老太太 我已经答应跟池月做买卖了 你 就不会更改 池月娘子啊 你刚才只说了第一条 第二条呢 我想跟您借二十两银子 还给李家大房 等您开始订购积鸭 可逐笔从货款中扣除 李平跟我做了一段时间买卖 也算是有缘分 这二十两个 就当我和你做买卖的诚意了 谢谢张老爷 张老爷 不合适呀 这池月她是个寡妇 你们在一起做生意 真的不合适呀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我呀 看好池月娘子 这 这这这 这我们不行 此事就这么定了 池月欠李家大房的钱 一笔勾销 池月啊 你刚才说 鸡鸭都从村子里面收高 对 真是好事一桩啊 我代表村民 谢谢你了 你跟个瘦猴子一样 还能打猎 你爱信不信 你干什么 人可以走 兔子又下 我爹说过 你们二房还下我们钱呢 凭什么 兔子不会给你 还有我妹妹也要 子强 我们回家 李子强 你后娘赖给你回家了 赶紧回家 让她给你换掉开当库 到底没什么 你呢 你后娘也不帮你 你就是个没娘的孩子 没什么你撑腰 没娘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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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干什么 松开 谁说他没人撑腰了 你会这么说 是从你父母那儿耳濡漫然的吧 好 我现在跟你回去 让你和你父母明白 什么叫做有人撑腰 怎么样 早不早 你们给我等他 这兔子是你打的 不只有你会打猎 我也能 拿什么打的 我看看 做得不错呀 但是还能更好 想不想学 跟上 你的那个没有弹性 会影响发力 试试这个 来 试试吧 试试呢 是会有偏差的 很多时候啊 你以为自己瞄准了 但是不是总差那么几分 试试 总之你要记得啊 要比自己瞄准的 抬高个一寸发射 会射得更准 试试 打中了 好 子强 那以后 打猎就靠你了 你为什么教我 你不是觉得 我什么也做不好吗 我要先和你道歉 你和我道歉 子强 你们都不是我亲生孩子 我也是第一次照顾小孩 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当娘 很多地方 我以为我都顾忌到了 但其实并没有 我总是大包大懒地 忽略了你的感受 你想保护妹妹没有错 想给这个家出力也是对的 你 紫辰 紫西 你们都是好孩子 各有各的长处 但很多时候我不让你帮忙 不是因为不信任或者看不起你 而是不想你承担那么多 现在大房的账已经解决了 紫辰再也不会被发卖了 你不用当歉 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 一个家有娘在 哪怕是后娘 天塌下来也应该娘先扛 娘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这池月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啊 居然能让张大贵跟她做买卖 这么大的便宜 让她占了去了 我们可一点好处也没捞着 就是啊 奶奶 爷爹 我孙子怎么了 刚刚李子强欺负我 她打了只野兔 我给她要 她不肯给 抬给我动手 那个崔月婶婶就在一旁看着 好啊 可出息了 连我们家子熊都欺负上了 怎么样 疼吗 宝贝 先去找一娘 这口气爹给你出 去 娘 这不就二房觉自己出了风头露了了了 想压咱们一头吗 没这么艰叹 得想办法把他们逐出村去 娘 你的意思是 好 来来来 看看娘给你们买的新衣服 娘发财了 要穿新衣服了 发财倒是没有 但是咱们现在无债一身轻 看你们的衣服都旧了 可不得买几件新衣服换换 来 这个是紫西的 拿好 这件是紫辰的 自从爹爹走后 我们就没有换过新衣裳 不穿新衣服也没啥 我更想跟你学功夫 以后大房再来 我也能教训他们 好好好 但是教训人也要换新衣服呀 来 试试吧 紫西 来 我帮你换 手给我 真乖 好 我们也要换新衣服 往下 天真热闹 对啊 娘 你看那里有扶饼 娘你看 真可爱 小兔子 这里还有一只小老虎 快走 快走 今天夫子该叫劝学了 怎么了 紫辰 娘 县城真好 有学堂 是啊 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是该上学堂吗 村里哪有孩子能读书的呀 是呀 我们紫辰这么聪明 是应该读书 紫强紫兮也是 总不能当文盲吧 只不过 咱们村里没有学校啊 要是全部都来县城上学 也不太现实 不然 我先给孩子们当一阵夫子吧 教些诗词应该没问题 对呀 季红 你是读书人 那这次就先谢谢你了 之后我请你喝酒 喝酒 娘 那我们是可以读书了吗 是的 走 我们先去买些文具 买一些笔墨 娘 太好了 可以读书了 快走吧 娘 走 就在这院子里上课 摆几只小板凳 一人一张小书桌 你呢 就每天下午的时候过来 我想想还要准备点什么呀 季红 我应该给你钱的呀 不能让你白干 反正为是闲人一个 能给孩子们教点东西 也是好的 不行 这也消耗了你的时间呀 你父母喜欢吃野鸡野兔吗 你走的时候可以多带一点回去 持缘娘子不必可解 其实 我父母并不赞同我如此有礼 他们只希望我尽快考取功名 所以 我也不知能在西宫村 教孩子们多久 这束修就免了吧 那行 谢谢你啊 季红 爱你哦 爱我哟 爱我哟 季红 你别误会 这个首饰呢 在我的故乡 是表达感谢的意思 比心 感谢的意思啊 来 其实 一年后又有课室 我若再不参加 父母怕是要震怒了 那 你自己怎么想 我知不在庙堂啊 人要是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啊 谁说一定要考取功名才是厉害的 季红 你要是想成为一个发明家 我看好你哦 是 如果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我明白了 车月娘子 谢谢你 那 我也爱你哦 哎 车月娘子 你说要做什么教学版 那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咱们砍几个木料 回去你帮我做 这个 是给孩子们上课用的吗 你可以在上面写字试笔 这样能更好的教学嘛 还真行 好 车月娘子才真是灵巧 怎么了 车月娘子 我先扶你过去坐着 来 慢点 我看看 你把伤了 伤得挺严重啊 这是 这是 辣潦草啊 那次拍那个和酒有关的戏 酿酒就是用这个做的酒曲 车月娘子 你别管什么草了 赶紧看看伤吧 我 我这脚 怕是动不了了 要不 我背你回去 你背我 你这读书人 我虽然算不上身强体积 却也是个男儿 你放心 我可以 真的可以吗 来 慢点 一 二 三 你很轻啊 车月娘子 季洪公子 你是不是快没力气了 要不我自己下来慢慢走 这天都快黑了 回宿还有段距离呢 你这脚怎么走回去了 再说 围着你 我也愿意的 那 季洪公子 这次就谢谢你了 季洪公子 我到了 你放我下来吧 好 小心吹娘子 我扶你进去吧 我扶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的脚已经没那么疼了 可以自己进去 那你脚上的伤 记得伤有 嗯 你们在做什么 子强 你怎么出来了 我看你这么久没回来 紫辰 紫西都很着急 我再出来找找 谁知道你们 你怎么又来我们家了 子强 我的脚扭伤了 多亏季洪公子 把我背回来的 你脚受伤了 我扶你回去 季洪公子 那我们先进去了 你别跟着了 子强 不能这么没礼貌 金洪公子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去了 这天都快黑了 回宿还有段距离呢 你这脚 怎么走回去啊 再说 背着你 我已愿意的 三月花开门千刻 寂静心事难说 可为何 是落寞 四季交替时光蹉跎 夜地一盏是烛火 鸣灭是因果 回忆却难割舍 若是个 会照样 错随的 一段过往 看前方的暖阳 告诉你 还有希望 娘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是 辣潦草 娘 你的脚现在还疼吗 娘 紫辰 咱们这个时空 不对 咱们这片的人 爱喝酒吗 爱喝呀 那哪天你带我去酒坊 买点来尝尝 好 娘 事还没好 就想喝酒 可不乖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她睡下了吧 嗯 睡沉了 那个季红对娘不怀好意 还让她来教我们念书 这不是 招了一只大灰狼 哥 那就引王入室 反正她没安好些 可是哥 先不论季红公子是不是要借静娘 她要教我们读书 也是一桩好事 而且今天她还主动背娘回家 也算是救了娘 季红公子还挺英俊的 我觉得不错 英俊有什么用 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的 我看还不如 还不如咱爹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们的爹已经不在了呀 紫辰 紫熙 你们都想读书吗 嗯 嗯 那咱们就当帮娘 考察考察她 好 齿红娘子 你脚伤还没好呢 这里就我来吧 你先去休息 那这里交给你了 你们要好好上课哦 以后呢 我就是你们的夫子啊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字 你们可有人识刀 我 对 这个字念 季红 那个夫子 您先别教了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好啊 不学不成 不问不知 子强已经能提问了 夫子一定知无不言 你家几口人 我父母健在 还有一兄一妹 家里做什么的 我父亲忠过举 现在紫城的衙门做事 我有定过亲 未曾定亲 您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祖伯吗 喝酒吗 这些我倒都不喜欢 子强 你这些问题 和读书有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我问完了 夫子 你喜欢我们娘吗 子歇 不要乱说 我和齿约娘子 清清白白 那你喜欢吗 子歇 我和我 我们还是先读书吧 这个字念月 日月的月 来 我们最后念一次这个字 天 天 很好 各位学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季红 辛苦了 我要去趟牛大嫂家 麻烦你再帮我照看一下他们 好 站住 你站我们家门口干吗 你们是在读书吗 和你没关系 这是我家的学堂 子强 不能这样 子雄 你也想来读书 你想来读书呢 我是欢迎的 但你必须和你父母说明 如果他俩同意 你随时来 他怎么能来 他可是大房的孩子啊 父母是父母 跟孩子无关 就像 如果以后我惹了什么事 也跟你们无关一样 别多想了 好好上课吧 好 连织上了几天课 辛苦了 齿悦娘子 怎么样 这个教学版好用吗 孩子们喜欢这么上课吗 教学版很好用 教生字诗词度方便 池月娘子 对孩子们还真是时刻放在心上 对了 池月娘子 我见你脚伤还没好 特意去村长的拿了这个 应该对你脚伤的恢复有帮助 不用 不用 我的脚已经好了 你看 都没有瘀青了 池月娘子不可 女子的脚是很私密的 只有 只有什么 只有政府才能卡 季弘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别误会啊 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就好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 不知道是不是池月娘子在想我呢 不知道是不是池月娘子在想我呢 喝嘴 加油 喝嘴 喝酒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算错了 好 že novel子 你还真是心细会算 紫辰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我要是不在的话 你是不是也能独自做这个鲁味买卖 我 我不行 班校有怕事 不像娘 不像娘这么凶悍 是不是 可娘又为什么会不在呢 你是不是要改嫁 改嫁 我嫁给谁啊 金红夫子呀 你 会不会嫁给他 你们还真是想象力十足 你不喜欢他 我喜欢他 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喜欢 我觉得他人很善良 又乐于帮助别人 有一些书卷器 却又不是个死读书的 所以啊 他做你们的夫子 我很放心 可男女受受不侵 你既然不想嫁他 就要和他保持距离 小小年纪这么封建啊 你们放心 你们喊我一生娘 我就会担起娘的责任 让你们吃饱 穿暖 不受欺负 我要是再嫁 也会带着你们一起嫁 说不定 招个坠婿也不错呢 总之啊 我不认为一定要嫁人 才能把日子过好 我就算一个人带着你们 也能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 不好了 齿月妹子 村里出事了 什么 我这人找了什么才卦了 家里的家里 也是家都没了 是 怎么回事啊 今早我去帮你收鸡压 结果好多户村里的鸡压 都像这样 莫名其妙不见了 我们村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你这太邪乎了 太邪乎了 牛大嫂 咱们村子平时闹什么野兽吗 会不会是被吃了 黄卫也有过呀 咱们后山你也去过的 哪有野兽啊 这件事确实有话 大家先别慌 回去先看好自己家剩下的鸡压 好 对对好 走 看好了 你去看看吧 イun 顺利 人 决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村里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啊 这事可不简单 你们想啊 石岳她就是村子里的一个小寡妇 她突然一下这么能干了 她怕不会是被什么附起了吧 该不会是妖女吧 有可能 妖女 有可能 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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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的 造谣我是妖女 好 那我今日就变身 把你们都给吃了 是 是 这个 小寡 你这个妖女 今天我就为民出害 把她给我打走 李老太太 这到底是 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大家都听说了吧 今天 池月家门口 死了大量的积鸭 还有一大滩血迹 这可不是偶然的 因为是我的儿媳妇 被狐妖附体了 狐妖 狐妖 怎么办 真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端腿 我好端端的一个人 能吃能睡 怎么就变成狐妖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狐狸呢 她是最喜欢吃鸡鸭的 早先 池月 她以张大贵的名号 收鸡鸭 现在村里 又有不少鸡鸭 被吸了血 昨天晚上 我家老爷给我托了梦 说是池月 我 被狐妖附体了 要是再不管了 我们全村人哪 可都要遭遇祸殃了 你不看 我爹显灵了 我爹显灵了吧 狄龙人一姓灵了 我爹显灵了 这是池月难道 真的让狐妖被附身了 村长啊 他今天能杀的是鸡鸭 要是过几天 他要是害人哪 我那三个可怜的孙儿啊 可 可不能再留在他身边了 休想动那三个孩子 他们是我们李家的孩子 我这个做奶奶的 当然要护着他们了 就是说嘛 说得有道理啊 一个小寡妇 突然这么有本事 不正常 对 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对对 你认不认不 绝对不正常 我爹显灵 有问题了 大家安静 安静 池月啊 你今天就留在祠堂 当然了 三个孩子也不能没人照顾 就交给李老太太 她毕竟也是孩子的奶奶 这个狐妖的事情 你也要自证清白啊 我若真是狐妖 这间屋子也关不住我 行 亲者自亲 但在此区间 若是那三个孩子 少了一根寒毛 我要你好看 娘 还是你一直照顾 还没完呢 现在 他们只是将信将疑 到明日 可要把那小弟子 妖女的身份给坐实了 我还有办法对付她 你该不会是想把她给弄死了 怕什么 就你胆笑 不笑你妹妹 谁啊 怎么这么冷 喝口酒暖暖身子 这酒 怎么这么淡啊 一点劲都没有 这酒 李老太爷 好歹你也是读过书的人 怎么就讨了那样一个老婆呢 这个李老太太真是会搞封建迷信 还什么李老太爷显灵 明明就是他们自己偷拉倒的嘛 崔娘子 你没事吧 吉红公子 你怎么来了 对了 你知道那三个孩子怎么样了吗 没事就好 三个孩子已经被李老太太接走了 但你放心 姨父特意叮嘱我了 要好好照顾他们 我 我趁姨父睡着就 偷偷偷了祠堂的钥匙 这次堂又冷又没地方休息 齿员娘子 你快走吧 你要放了我 对 不过你别担心 毕竟是我姨父 她不会为难我的 我都没在担心你 我 我 我不走 我要是走了 岂不是坐实了妖女的身份 我是人是妖 可以随他们说 但孩子们怎么办 我不但不能走 还得让这件事情 没人敢说 没人能说 也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 哥 姐 我害怕 子夕 你先别害怕 谁啊 谁啊 你们是不是想去找你们的后娘 你来干什么 子雄哥 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娘在哪儿 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听奶奶说 她 她要把你们娘给弄死 我哭 我哭 子雄哥 你快把我们放出去吧 我们要去救我们娘 我们已经没有亲娘了 要是 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对不对 这人在祠堂关了一夜了 这人在祠堂关了一夜了 李老太太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狐妖是大事 别吓坏了村民哪 这狐妖是大事 村长 这不对呀 村长 这不对呀 当日的大家伙也都看到了 这迟月可是暴毙二亡 这迟月可是暴毙二亡 那棺材板 咱们都给它合上了 那棺材板 咱们都给它合上了 你看它现在 就跟换了性子一样 说话形式古怪得很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那一天事后 我去那棺材里面 检查了一下 你们猜猜我在里面 发现了什么 你这带血的死狐狸 死狐狸 你怎么不说我还躺在里面 李翠 你这也不能让人信服啊 我说村长 你这段时间 怎么处处护着他呀 你是被他迷惑了呢 还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啊 你这样做 让村民们怎么能安心哪 这是我专门从庙里求来的驱邪鞭 这是我专门从庙里求来的驱邪鞭 威力无穷 这狐妖只要挨上几鞭 定能逃走 我的儿媳也就能救回来了 这鞭子挨在身上 我怕不是命都要没了 你们大家怕不怕狐妖啊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这些死去的鸡鸭 要是哪一天 他的兽性大发 把你们的孩子都吃了 把你们的血也都吸干了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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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 打 你要是再不做主 那我可就要告诉我的姨儿 到县衙去 说到说到了 好啊 你最好是打死我 不然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你以为我不敢呢 李翠 你去他 快快快快 催一下啊 别伤了你们啊 不要 好厉害的法器啊 怎么也没剑打出什么狐妖来啊 那是打得不够狠 李翠 接着打 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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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这三个孩子怎么过来了 娘怎么会被狐妖附体 她带着我们三个过上了更好的日子 一个是想过好自家日子的人 怎么会是狐妖 那我们想让娘回家 没有娘就没有家了 你这孩子 好孩子 别担心 娘有办法证明自己 娘干什么 我打死你这个狐妖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住手 车娘子 你没事吧 你先不用管我 怎么样 是不是我让你找的东西找到了 找到了 村民们 这两日老张家杀了猪 做过的事情 必会留下痕迹 我家门口那大摊血迹 不会凭空出现 而且 积压也没有那么多血呀 当日李翠找她要了一满筒的猪血 第二日才把筒还回来 你帮我去问问 这两日谁家家里杀了猪 然后 是否是李翠去要了猪血 我 我当时把她拿回去 我是要吃的 我还去了李翠家门口 从她家到池月娘子家一路 都有撒出来的血点子 不信你们可以去验证 原来是这样 那如此说来 那我们的鸡鸭 都让李鸭大防害的吗 对 对 对 太缺点了 太缺点了 村长 我这鞭子也挨了 也自证了清白 希望以后 李家大防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李老太太 你以后也收敛一点吧 我打死你 我 这鞭子上全是盗刺 你们好狠的心哪 池月一个姑娘家 要是以后身上留霸了她怎么办 找你 刺晟 你服救妹妹 我们一起回家 走 走 李家大防你们可真倔傲до 孙长 您可得为我们主持公道呀 是啊 让他们陪我们急 没错 怎么样 你们疼得厉害吗 我不怕疼 我怕 怕疼还扑上来 小孩子 再疼也要保护你啊 来了 来了 糖好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鸡汤熬了好几个时辰 全是精华 对你们生的恢复肯定有帮助 多喝点 来 学院娘子 吃点东西 麻烦你了 鸡汤公子 哥 你多喝点 谢谢 来 紫西 好难喝啊 鸡汤公子 鸡汤公子 你的汤是不是盐放多了 难道那个也是盐 那我重新做一次 娘 她只是不会做饭 但也会主动照顾你啊 真是难为她一片好心了 不宜י 齿悦娘子 这夜里露水中 你商用还没好透 还是披件衣服吧 季红 你还没回去啊 给子夕切了水果 子强说没柴了 又披了些柴 此生还请教了我几句诗文 刚把他们哄睡着 你好像真宠我们家保姆了 保姆 就是好心人的意思 齿悦娘子刚刚私有心事 我是在想 这李家大房不会就此死心 我要是在 还能保护好三个孩子 可 我要是不在 齿悦娘子 你若有事出门 我会帮忙看好孩子们的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毕竟我还是孩子们的夫子吧 毕竟我还是孩子们的夫子吧 季红 谢谢你 爱妞 齿悦娘子 你的伤 其实你可以歇着 这生意上的事我来就行 没事的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去去去 出去 我这儿卖的可是好酒 你别脏了我们地家 我带钱了 今天招待亲家想买点好酒 我不差你这两个钱 你赶快走 为什么有生意却不做呢 这些事的高级酒坊只卖陈酿 价格不菲 而且只卖给川州体面的富户 文人和官老 平民买酒就只能去廉价的酒司 酒水的质量就差一点 都是酒而已嘛 还分三六九等了 嗯 三爷 三爷 来 好好看电视 别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进来 三爷 慢走啊 那很多人岂不是有钱 却买不到好酒 这倒是个好买卖啊 秋等秋等 来 吃月娘子 这是上一批羁押的货款 请收好 多谢张老爷 张老爷 我有事想和您商议 吃月娘子但说无妨 今日我在街上注意到 那高级酒坊的生意虽好 却不卖给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若是想喝口好酒 根本无处可买 是啊 现在县城的好酒 都被一个叫胡三爷的人把持着 我名下倒是有一家下等酒司 只能卖些烈等酒水 张老爷 您名下还有酒司 请 老爷 吃月娘子就是这里了 嗯 张老爷 能不能给我带一壶您这儿卖的酒 回去品尝一下 吃月娘子金冠曲 这家酒司地处偏僻 生意也是始终不好 若是没有更好的酒水 这家酒司啊 怕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有起色的 那 若是我能盘活这家店 张老爷 您说这要怎么算呢 好 吃月娘子 我信任你的能力 若是 你真能盘活这家酒司 我们五五分账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尝尝张大贵酒司的酒 全无酒香 淡而无味 一点儿净都没有 金红 你也尝尝这酒 看看是不是太刺了 你也尝尝这酒 你尝尝这酒 你尝尝这酒 喝了还是会醉 你还是别喝太多了 就这淡酒 再喝十壶都没事 难怪这酒不好卖 必须得酿新酒 还好有所发现 吃月娘子 今日从县城回来 你为何要摘下 许多这个腊疗啊 你忘了 这个腊疗草 是那天 我的脚扭伤的时候 发现的 在我的记忆里啊 这个玩意儿 可是天然的酒曲 这还是我上一个文化节目 知道的了 明日我就用它去酿新酒 怎么样 我的想法是不是很不错 吃月娘子 你说话就说话 抓我手干吗呀 我其实一直想 鸡红 鸡红 也没菜啊 才喝了这一口 就喝成这样 百无一用 是书生啊 太大 哥 你回来了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有什么话 有什么话 你说院子里的大压力 被我给吃了 不是这个 姐 你有什么话 要跟我说吗 什么话 有什么话要跟你说 对 我公 CHARI 我说os 走 也不是这个 我是不是想说 快进来吧 子希特快急哭了 来了 来了 祝我们的子夕生辰快乐 我还以为你们都忘了 忘了什么也不能忘了这件事啊 子夕 这是娘给你做的生日蛋糕 我帮忙切了些水果 还有也不知道送些什么东西 就送一只霸气恶犬保护子夕吧 这貌似既不霸气又不凶恶呀 我喜欢 有娘可以保护我 小狗就陪我玩吧 子夕的意思是娘是恶犬了 那这个蛋糕我可要收回了 看起来好好吃 娘 这是我吃过最爱吃的东西 子夕 吃生日蛋糕之前呢 要闭上眼睛 在心里默默地许愿 然后吹灭蜡烛 愿望就可以成真哦 真的 那我也愿许愿 嗯 我希望能远远跟娘在一起 子夕 许得什么愿呀 子夕 不能说 说了就不理吧 不说不说 那蛋糕现在能吃了吗 当然可以啦 要全部吃光才可以哦 我还想给小狗取个名字呢 就叫 小蜡烛吧 小蜡烛 不如叫小灯笼吧 虽不能看家护院 但希望这只小狗 照亮你们的生活 就叫小灯笼 就叫小灯笼 好 小灯笼 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告诉大家 我刚和张大贵 谈妥了一桩新买卖 娘 是什么买卖呀 咱们呀 要酿酒了 酿酒 诶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酿酒 只是凭着记忆里的一些步骤 没想到池月娘子 也有这般担忧的时候啊 但这方子不是你故乡的吗 一定可以的 也对 怕什么 大不了就是重新再酿吧 开盘 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酒气 好像光是闻上一闻就要醉了 就你那酒量倒也正常 我尝尝 没有 怎么样 好酒 过瘾 那 池月娘子 这酒叫什么名字好啊 名字 我还真没想啊 怎么样 好酒 过瘾 那 池月娘子 这酒叫什么名字好啊 名字 我还真没想啊 确实得有个响亮点的名字 静虹 你帮我一起想想 此地是西空村 那咱们就叫西空九 倒是也不错 可是不是不够响亮啊 玉湖春怎么样 雅致有余 但似曾相识 此酒酒香浓郁 真是勾人魂魄一般 不如就叫一口入魂 一口入魂 好名字 就叫一口入魂 金虹 好才华 贱人魂魄 怎么得 GY 的 我不得了 我 干嘛 我们的新买卖正式开始了 有了这一口入魂酒 害怕 没客人吗 娘 这都好几天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咱这酒肆太偏了 若不是过年过节 需要买酒的人特意找过来 平日里啊 根本就没人入 车爷娘子 这是我给咱们九四新写的水牌 你看 挂在哪 季红 您的字写得挺不错的嘛 季红 你帮我写个东西吧 什么东西啊 新铁开张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 新铁开张了 大哥 来 来 来 哥 来看一下 新铁开张的活动啊 新铁开张来看一下啊 新铁开张来看一下啊 大哥 今天开张来看一看 来 开一看 妹子 今天开张来看 大哥 妹子 我们九四刚开张 记得看一看 一定要来哦 是啊 咱们不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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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找我个太爱的 我们九四的这款酒呀 叫做一口入魂 一口入魂 比史上等酒放的好酒更香 酒量稍好一些的人 尋常的酒水 不得喝个五六壶才能有醉意啊 而我们这款酒 最多三碗就让您飘飘欲仙 今日在此放话 你无论是谁 若是能一口气喝下三碗 我们的一口入魂却不醉的 我包您这辈子喝酒不花钱 我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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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试 试了 试试 还吃人吗 这位仁兄 看着像善影之人 不知道平时能喝多少 就这现场里能买到的酒 我是从未醉过 从未醉过 好酒量 那不知道你敢不敢试试我的酒 好啊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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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大不了的 试试 试试 上酒 来了 第一碗 来 来 看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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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已经 这嘴囊可以啊 厉害 你干啥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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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味道 还不错 我见完了 来啊 喝 喝 再喝 喝 看 厉害呀 你看 这 这 酒量可不可以 这么加一下 好 好 厉害 厉害啊 好 好 再来 三碗不够改 还得还得 还得 真是 第三碗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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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第三碗又怎么样啊 第一碗 不错 不错 你看 对啊 真是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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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量啊 干奶 好 好 好 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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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醉意 不过如此嘛 对啊 对啊 那这位兄弟 敢不敢走两步 来 走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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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两步就走两步 走两步 走两步 很好 没事 你看 没事 好好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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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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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你看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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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行好 行好 又香又浓 我还从未喝过这么烈的酒 小娘子 我醉了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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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给我 不着急 不着急 都有 都有 是的 都有 不着急 你啊 想吃什么 吩咐下面去做就好 知道吗 给夫人请安 坐吧 想吃什么呀 尽量多吃点 知道吗 春娘妹妹 今日感觉可还好 好很多了 谢谢姐姐 我真叮嘱春娘呢 一定要多吃补品 给老爷呀 生个大胖小子 夫人 你送的参汤燕窝 我都有吃 你瞧瞧我这肚子 一日大过一日呢 姨妹妹 你也是老爷身边的枕边人 看看春娘多争气啊 你比她还仙进门 这肚子 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啊 夫人 虽得老爷心疼你 把酒房的生意都交给你打理 你可不能辜负了老爷 分人教训的是 行了行了 下去吧 你这个呀 做得多主意 紫辰 紫希 今日就到这儿了 夫子 今日辛苦了 要不要喝杯茶来走啊 紫辰 池燕娘子 今日何时回来啊 我娘今天在现场里召开生意呢 这样啊 那明日呢 夫子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娘说 夫子 你是不是想我们娘啊 怎么会 夫子前两日才帮娘送酒去现场 才两日未见呀 我喜欢娘 我就想每天见到娘 夫子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们娘 我 没有 娘 这么好 你怎么能不喜欢娘 也不是 我 玉红夫子 我们都觉得你人挺不错的 要是你真的喜欢我们娘 快要拿出行动来哟 那个 自身 能不能麻烦你 把这个交给池燕娘子 夫子 你还是自己送吧 也不能老麻烦我们呀 可是 我看池燕娘子心思都在酒肆上 那你就多去酒肆啊 喜欢别人 就要跟她多在这一起的 颇有大力 那你就快去找娘吧 嗯 嗯 嗯 快坐快坐 今天呀 咱们酒肆歇业一天 你们看看这个 就要是什么 这些 这些 是什么 这些啊 是我新酿的果味酒 更好入喉 女人也能喝 哎 还有这种酒啊 我得尝尝 来 来 怎么样 甜甜的 真好喝 这些呀 全部都是不同口味的酒 那这酒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叫做鸡尾酒 鸡尾酒 这鸡尾巴跟酒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它的颜色 跟鸡的尾巴一样艳丽 这名字古怪得很 但这酒看着确实新奇 我呢 打算把咱们酒寺改造一番 然后把这些鸡尾酒啊 取上名字贴在上面 之后啊 每来一位客人 我们就现场调制一杯好酒 哎 对了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带了吗 带了 好 一会儿就好好给你们展示展示 这杯叫做《蔷薇露重》 一阵星风吹过 向河边眺望着 风吹个漫步在青山河避落 前到春雨滑落 眉间剩云朵 染星火看尽 这杯叫做《不知桑莫》 不知桑莫 在这时光的角落 听笑桥流水 轻轻地对我所说 多想你 这杯叫做竹叶青青 好名字 季洪公子 今天麻烦你帮着我一起改造酒寺 我们要让所有的客人来了这里 就不想走 好 老爷 这是酒坊本月的收入 酒坊本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为何会急转直下 这才几个钱 眼看着春娘就要生了 若是男孩 我可是要大雁宾客的 很多地方都要用到钱 老爷 你先别生气 只不过是最近 新开了一家酒司 抢了些生意 不过你放心 这几日我就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定 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吧 季洪 辛苦你了 这下真的有酒吧的感觉了 这酒吧又是什么 懂了 又是吃月娘子故乡的食物吧 没错没错 在我们那儿啊 无论男女喝酒都会去酒吧 吃月娘子 你是不是很怀念你的故乡啊 经常会啊 但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 再说了 家里还有那三个孩子呢 我总不能丢下他们说走就走 不过 不过 如果这家店做好了 倒是可以留给他们 做个长远的打算 那这么说 你还是想走吗 哎呀 不说这个了 走不走的 也由不得我 哎呀 哎呀 怎么都这么晚了 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啊 这 算了 季洪公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就在这酒室凑合一晚 把这些桌子拼一拼 也能睡 这不合适吧 吃月娘子 看你吓的 我还能把你怎么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了 吃月娘子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真好看 你做的 对 我也没什么别的长处 不像吃月娘子 总有那么多稀奇的想法 谁说的 哎 季洪 是不是只要告诉你 东西长什么样子 你就都能做出来啊 只要吃月娘子交代了 我肯定尽力 我倒是有个东西想试试 如果做出来了 留个孩子们 什么东西啊 你等等 你看 气死我了 气死我 气死我了 这一个破九四 就能抢走我们这么多声音 你那个嫂子呀 不知从哪儿学了那么多花招 又是什么鸡尾酒 又是各种没见过的小菜 来 先坐 对了 他呀 还搞了一个三加一的花招 弄的客人都去趟那儿喝酒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来 这个三加一呢 就是以一次性付给他三两意思 他在账本上继承四两 一去他那儿喝酒呢 他就直接从账本上扣除了 酒花呀 看来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我倒是有一个一十二两的好机 好 好 下次再来啊 两位 这边请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好了 对了 张大贵说见我们生意好 怕忙不过来 叫了两个小伙计来帮忙 不知道到了没有 人已经来了 都是勤快的 尤其是那个小伙计 特忙 总抢得做事 天哪 那就好 来 用啊 二嫂 真没想到你生意做这么大了 来来来来来 怎么是她 二嫂怕是还没见过我吧 我是李姨啊 原来是姨妹子呀 早就听说你在县城 今天终于见到了 一姐姐 你说要带我来的好地方 就是这儿啊 我看也不怎么样嘛 二嫂 这位是春娘 是县令爷的三夫人 今日我们出来逛一逛 我听说啊 你这酒肆做得特别红火 这不 就忍不住过来看看 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 都端上来给我们尝一尝 我们可都是县太爷身边的人 怠慢了 你可担待不起的 那我们这小店的东西 怕是合不了 您这位贵妇的胃口 那我们这小店的东西 怕是合不了 您这位贵妇的胃口 二嫂 春娘是孕妇 就劳烦你 多备一些好酒好菜喽 牛大嫂 给她们找张桌子 好 两位这边请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鸡米花 这是炸薯条 这是炸薯条 就是土豆 你说这是土豆 对 可以蘸着这个番茄酱汁 夫人可以尝尝 怎么样 这酱汁酸酸甜甜的 这土豆酥酥脆脆的 还挺好吃 看来我这二嫂呀 真是心灵手巧 倒是有些滑倒 春娘 我听说这果子酒 是这家店的招牌 我倒一杯给你尝尝 来 谢谢易姐姐 这款是荔枝酒 许多小娘子来我们店 都喜欢喝这款酒 好浓的果香 甜滋滋的 易姐姐 这可比老爷 让你管理那个酒房里的酒 好喝太多了 春娘 你要是喜欢这果子酒 我要二嫂多给你备一下 给你带回去 来 我再给你倒一杯 来 怎么了春娘 肚子疼 肚子疼 怎么会肚子疼呢 严不严重 这没吃几个东西 没喝几口酒啊 难道是这酒有问题 来人 把人给我抓起来 把家店给我疯了 是 你们 春娘 这么疼啊 这可怎么办呀 各位学子们 今日夫子要教你们 画金鱼 首先 画金鱼最重要的 是它的三条尾巴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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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迟月娘子呢 迟月娘子 被人抓走了 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啊 老爷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这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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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春娘要早产了 这身子骨太弱 只是 怕撑不到孩子出来了 那还不进去看着点 是是是 快去吧 是是 怎么会这样 不是 今日李仪带着春娘出门 回来就这样了 老爷 你忘了 我前几月跟您说的 去那个新开的九四看看 然后春娘就跟我说 她最近问的话非要跟我去 我这也是去了才知道 那家九四是我家二房的寡嫂开的 我那二嫂吧 最近性情大变 我娘亲都被她气病了 不过老爷 这春娘自从怀孕了以后 这脾气是一日大过一日 这不 今天在那个九四就跟我二嫂 就不太客气 我猜呀 是不是她怀恩在心 给春娘的酒礼下毒了呀 去 叫人把她带来 春娘和孩子要有什么好歹 我要她偿命 老爷 你就是迟月 是 大的妖妇竟敢给我的爱妾下毒 速速交出解药 下毒 老爷 春娘 只有处的气 没有劲的气了 那 那还不快救人 老爷 我只是个接生婆 哪里会救什么人哪 那 谢老爷 我可以去看看春娘的情况 或许有办法 老爷 她那有什么办法 别再害了春娘 人都快死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行了 快进去看看吧 快快快 老爷在这儿 行行行 快去拿毛巾 快快快拿毛巾 春娘 把她腿放平 快 春娘 快 这 这不是 快 来 快快快 老爷不能进去啊 毛巾来了吗 来来来来 毛巾 再去换掉新的 好好好 好好好 换新的 换新的 快 春娘 你可是要当娘的人了 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 你一定要活下来啊 不然的话 孩子也会没命的 醒醒啊 春娘 手 你醒了 春娘 我 我头 这孩子 怎么还不出来啊 再认认 这位娘子啊 这春娘肚子里的孩子 怕是快不行了 给我准备一只大盆 越来越好 里面装满温水 这产妇不能碰水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放我的 疼 快去呀 还浪泪浪泪 走走走走 快快大水 两水 疼 好疼 老爷 这样真的行吗 本关孕孕无数 这池月 总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当赌注吧 现在 也只能信她了 这自古以来 产妇是不能碰水的 你快看你这 你别吵了 这叫水中生育法 春娘 接下来看你的了 你可以的 不算没有 一定会是 有个事啊 不得 疼 春娘 老爷不能进呢 疼 请住啊 春娘 春娘 你一定要请住啊 啊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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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恭喜老爷 贺喜老爷 生了 木子平安 我家游厚了 游厚了 生了 木子平安 游厚了 游厚了 对 对 好 好 等一下 这真的 这生出来了 是啊是啊 是啊 还是个大炮小子呢 死了个小子 没想到你真有能救人的本事啊 老爷 老爷 这位娘子真神了 她把春娘泡在水桶里 马上就有力气生了 要不是她呀 只怕母子俩都难保住 对了 春娘为何会忽然造产呢 这 春娘这反应 像是误实了红花 红花 对了 春娘为何会忽然造产啊 春娘这反应 像是误实了红花 红花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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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人击鼓 说是 说是要给这位迟月娘子鸣冤哪 旁下何人 我是在西空村教书的夫子姬红 来给迟月娘子鸣冤 带迟月上堂 娘 娘 娘 你怎么能把孩子们带来呢 他们也是想过来帮你 有得在堂上多嘴 鸡红是吧 为何给那迟月明冤呢 今日听闻迟月娘子出事啊 我便想先去酒肆查看 却看见这位小伙计收拾了东西要逃走 我深觉不对 就把他押了 你 为何要跑啊 我只是个小伙计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老爷 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爷 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爷 那酒肆本是张大贵的 现在已经由这位迟月娘子经营了 那这不也是迟月的人吗 有何缘之友啊 我 县令的老爷 您可知 迟月是我们三个孩子的后娘 略有耳闻 我爹去世后 迟月虽然只是个与我们无亲无故的后娘 却一直抚养着我们 对我们疼爱有加 我听说 今日在酒肆中出世的 是一位孕妇 县令大老爷您想啊 就连我们三个这样的脱油瓶 他都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好 又怎么会狠心 却害一位怀了孩子孕妇呢 我们娘亲来县城做买卖 是为了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勤勤恳恳 挣的都是辛苦钱 如今 我们日子刚好过一些 娘亲没有任何必要去惹是生非 老爷 我娘是好人 谢老爷 孩子不会说谎 若不是迟月娘子是个赤诚良善之人 那这三个孩子又怎会如此维护他 若真不是迟月 那就跟你脱不了干系 但你只是个小伙计 自然不是你能策划得了的 说 母后之人是谁 老爷 我真的不知情啊 我究竟下药的也不是我 下药 我们只说酒有问题 却没说是王李下了药 你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来人呢 给我打 我看你招不招 老爷饶命啊 老爷 冤货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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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招 别打别打 有人安排我在酒司里干活 让我趁着你小心来喝酒时 把药混在酒里蹲上去 那人还说世神时候 会给我一大笔钱 那这人还真是厉害呀 有那未卜先知的能力 能预先知道 今日春娘和李妮会来我店里 先老爷 您是明白人 我与春娘既无前院更无世仇 她若是吃喝高兴了 对我们酒司的生意只会更有好处 谢老爷 您不妨想一想 若是春娘没了孩子 到底 是谁会更高兴的 老爷 这 怕是要涉及您的家事 要不先大事化小 把这赤月放了 下毒之人打入大牢 持月娘子就着春娘有功 当堂释放 退堂 娘 娘 娘 是啊 可以回家了 娘没事吧 没事 好久没吃你做个饭了 饿了吧 饿了 那我们一会回家 太好了 老爷 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老爷 借人 敢害我的孩子 老爷 你有何证据 证明是我做的呀 我伺候在你身边日子这么久 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你不必小便了 这件事上 你嫌疑最大 还有 酒坊的事你也干不好 还干出这么恶毒的事情 你就在家闭门思过吧 好 好 迟月 我倒是想瞧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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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强 紫辰 紫夕 你们在哪儿啊 紫月 你可知你并不属于这里 是谁啊 谁在说话 总有一日 你是要与这三个孩子分开的 你到底是谁啊 你认识我吗 你不属于这里 你不属于这里 等下一个月时之夜 等下一个月时之夜 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了 紫辰 好 幸好姬红公子及时抓住了那个小伙计 事情这才水落石出 真没想到 那些酒房的背后 竟是县他爷的小妾在打理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后怕 张老爷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持月娘子请说 咱们九四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也的确需要人手 我想从西空村雇佣几个富人来做帮厨 我会亲自筛选合适又忠心的人 也好防止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合适吗 都是些村府 能做好事情吗 还不如 找些个村民过来帮忙 要不我和村长说一声 让他挑些老实可靠的 张老爷 我不也是个村妇吗 男人能做好的事情 女人一样能做好 而且我在西空村观察过 很多富人都很勤快能干 其实他们和我一样 渴望着能靠自己挣一些钱 我想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一定能做好的 好 持月娘子就按你说的办 好 对了 章目我已经看过了 这是这段时间你的分成 好 那就多谢张老爷了 该 该我多谢谢你 将这门亏损的买卖 硬是做得风生水起 我有时候都在想 你是小娘子 哪里来的这么大本事 仿佛 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一样 我哪是什么神仙呀 只不过是带着三个孩子 走投无路的寡妇罢了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本事 是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 集中生智而已 其实 李平也是个做生意的好材料 这西空村 也没听说闹山匪呀 怎么就让他碰上来 李平可是个好人哪 就想着多赚钱 安置那几个孩子 当时我听说 他托人带话给孩子们 说赚到钱了 回头就在县城里 买个小宅子 把孩子们都接过去 这西空村 你没听说过闹山匪呀 怎么就让他碰上了呢 郑老爷 你知道李平 是托得什么人带话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是的 你呢 这什么呢 小挤帅 我们特别有个人没想过 去吧 还是特别有什么 我们有狂处的 再一次 这一 Brief 我 trying 我 Leonard horse 麻烦想这么多呀 各位 你们听我说几句 我丈夫死了之后 我带着三个孩子 被李家大方赶出来 之前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还欠着大方的债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而且 谁见了我不说一句 你是个寡妇 你是个女人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但是 女人为什么不能挣钱 女人不也一样 有手有脚的吗 男人能出门种田 打猎 做买卖 我们也一样可以呀 而且 女人更加勤快 肯干 不怕吃苦 我们洗衣 做饭 带孩子 有的人还要伺候公婆 哪个不是从早忙到晚的 我带着孩子 现在能吃上肉 能给家里添置新东西 就是因为 我不信寡妇就不能过上好日子 好日子是自己挣出来的 我也愿意带着大家一起挣钱 我在县城的九寺正在缺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试试 我 干活没问题 可 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世面 这去县里帮着干活 会不会被别人说闲话呀 只要能挣到银子 怕那么多干什么 但我希望 如果真的雇佣了大家 大家一定要勤勤恳恳地做事 一切以九寺的买卖为上 如果遇到什么情况 一定要和我讲清楚 好的好的 可以 没问题 这样吧 如果有人想去 就明天找牛大嫂说一声 我们九寺 欢迎大家的加入 好 谢谢 好 好 好 一起去吧 我们就帮我们一起 好 我们一起去吧 一起去吧 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吃好吃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找找 喜不喜欢 喜欢 要是能天天吃就好了 等娘在一间银子 咱们俩就搬到县城去住 那儿也有好多好吃的 以后天天都能吃到了 好 其实 爹爹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 吃月娘子 鸡虹公子 鸡虹公子 来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你做得怎么样了 我正想问你呢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越做越觉得像是一种 兵器 你是不是做出来了 还没有 但我有信心可以做出来 我看好你哦 那是娘的转 季后夫子可好紧张呢 季后夫子看娘的时候 娘不太远的 我最近夜观天笑 推算出了下个天狗十月的日子 你算出来了 就在中秋佳节 我对这儿 那不是没多久了 你们说什么呢 哥 那如果娘和夫子在一起了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是星 我是星 我只星 我只星 你们说什么呢 笑这么开心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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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出事了 又怎么了 是姨妹子出事了 惹县令老爷不高兴 给她关禁闭了 那你还不赶紧去打听打听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都打听好了呀 就是池月这个小贱蹄子 娘 你想啊 姨妹子帮县令老爷管理酒坊 多大的面子呀 可池月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开九四抢生意 谢老爷能高兴吗 而且我还打听到了 池月是赚到钱了呀 今天去县城里边 买了一大堆的好东西 搬到自己家门里去了 你去把那张纸给我拿来 好 我来看 山一 去打听过了 李姨娘子那边还是被关的 而且县大爷那边传出话 说过几日会派新的人 来接管酒坊 好像是那个什么春娘的表兄 怎么会这样 出去 又给我 叶儿 你姐吃鸡甜苦 我们很快就会跃走高飞 这裤子眼看又短了 这些孩子啊 真是见风旧长 娘 娘 要帮忙吗 请啊 等等 你刚才喊我 娘 紫辰 紫西不都是喊你娘吗 再说 我也不是没喊过 可你平时 那好 这次喊了 以后可不许改口了 娘 你真的想好了 以后都要带着我们三个一起生活吗 当然了 怎么 你不信我说的话 我信 可我总觉得 你好像不属于这里 不属于我们 你这么拼命攒钱 还总是嘱咐我们 就好像 你会离开我们一样 齐悦娘子 村长请你过去 敢问婆婆 为何要修我 李老太太 这修妻可是大事 这女子被修以后 这一辈子的名声可就毁了 你让她以后怎么过呀 你再多想想 齿月 你尚不敬婆母 下不守复得 这修妻可是你自找的 敢问婆婆 当时嫌弃我们孤儿寡母是累赘的 是不是你们 把我们赶出家门自生自灭的 是不是你们 之后又屡屡上门欺负人的 是不是你们 我若要尊敬婆母 也要这婆母值得让人尊敬 我要遵守复道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那我的孩子们吃什么穿什么 你 你 这 这等儿媳妇 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不错 当初娶齿月进门 是我做主的 没想到 她进了门以后 对我那三个孙子 那就是恶毒啊 丽萍知道以后 就托人写了修书回来 她要我把这个毒妇赶出家门 也怪我呀 当时一时心软 没有把她修了 没曾想 她给我领了一大堆的麻烦 现在呀 我可不能做事不管了 迟月 今天有修书在此 你呀 给我净身出户 从哪儿来的 给我回哪儿去 历书人李平 聘定持世为妻 此父多有过失 正合七出之条 情愿退回此亲 任任凭改嫁 修书在此手印为妓 我比对过族谱 这确实是李平的手印 既然李家要修期 我能否先看看这份修书 那行 这位指引有问题 怎么是黑色了 黑色的怎么了 村长 血迹只有经过十日才会呈现这样的颜色 若你们不信 我可以现场咬破指尖 按下手指印 待几日后 定然和这颜色一致 对了 当初 李平她咬破手指头按的手印 可见她要修你的决心 现在啊 你赶紧把房契 银两 和三个孩子都交出来 滚出李家去 我呸 我根本就不稀罕做你李家的媳妇 但若要以此修掉我 抢走那三个孩子 我告诉你 绝无可能 有修书在此 你不行也得行 这份修书有问题 村长 您闻闻 这上面墨香十足 显然文字是新天上的 而那枚指印却有些 十日了 明明就是先有的指印 后有的文字 这其中必有猫腻 这墨香浓郁 这分明就是刚写的呀 这这这 我哪知道这墨汁 还有什么新旧啊 可能是这墨汁好 所以这味道 很久没有散发吧 李老太太 李老太爷是咱们村子 唯一的一个秀才 为人端正 我一向对李家是尊敬有价 此方修书 你 莫要把别人当傻子 我公公虽是秀才出身 但我这婆婆也好 李崔也罢 根本大字不识几个 这么文周周的修书 绝不可能是他们写出来的 只要挨个去问村里会写字的人 也得能找到帮写修书的 我的天哪 吃了你这个小蹄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把我姨儿害惨了呀 起来了 你把我们家弄得一团乱呀 李老太太 您家可是书香门帝呀 你怎么把 撒破打滚这个招数都使出来了 婆婆 李仪的事情远我不关 是她自己要毒害县令的那一名小妾 侍情败露自讨苦吃 还有这事 李老太太 你这垫梯子 我给你冰了呀 我给你冰了 你别走 娘 子强 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 是不是大方又欺负你了 我去找他们 娘这么凶悍 谁能欺负得了我呀 坐 子强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对不对 嗯 我嘱咐你一件事 如果我不在的时候 你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妹妹 家里的房契 银钱不能交给任何人 如果有什么事 你就去找牛大嫂 和姬红父子商量 知道了吗 你要去哪儿 我是说如果我不在的时候 两个妹妹还小 这些话你知道就行 别说给他们听了 那如果 我也是说如果 你能不能一直在我们身边 永远不要离开 李平可是个好人哪 这西空村 也没听说过闹山匪呀 怎么就让她碰上了 郑老爷 你知道李平是托得什么人带话吗 这位指引有问题 怎么是黑色 黑色的怎么了 村长 血迹只有经过十日 才会呈现这样的颜色 若你们不信 我可以现场咬破指尖 摁下手指印 待几日后 定然和这颜色一致 难道 李平的死有蹊跷 中秋节就快到了 要是真相姬红所推算的 会有天狗十月 那也许 不行 得把这件事弄清楚 才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平生不会想死 才会想死 便害想死 只可惜 你却不知我在此般想死 池月娘子 这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找你 来 快进屋 随便走 走 怎么了 今日李老太太拿了一份修书 要修了我 可从那份修书上 我怀疑李平的死有蹊跷 我听说李平是回乡路上 遇了山匪被截杀的 我已问过不少人 从未听说西空村附近闹过山匪 而且那枚修书上的指印 是一枚写指印 池月娘子 我相信你的判断 只是我们要如何找出这背后的隐情呢 你愿意帮我个忙吗 晚上不能吃那么多红薯了 拉死我了 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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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谁 我好惨啊 谁啊 大哥 是我 我是李平啊 好兄弟 我可没害你 好兄弟 快走快走 我可没害你 我以后要让我的指印伪造凶手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的妻儿好过 是 我要把你带去阎君面前说清晨 不不不不不 好兄弟 听我说 听我说 都是娘的主意 娘的主意 不是 我不是 我就是看你不是被山匪弄死了吧 我就想拿白纸 爱上你的学手印我弄点钱 花一花 饶了我吧兄弟 饶了我 饶了我 饶了你 西空寸宿来改变 为何会有山匪结伤 我托人带了口信回族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我当日回家 不 不是只有我知道 还有娘 娘也知道 娘也知道 还有一辈子 一辈子也知道我 求求你了兄弟饶了我饶了我 饶了我 没想到你演的还挺像啊 看来李平的死应该不是他直接做的 李平托人带信回村 说自己赚了钱会回来安置好孩子 然后在他回村路上就被截杀 知情的只有李崔李老太太和李怡 知悦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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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想让我忘了 今晚月色如何 挺好的 持悦娘子 其实这段时间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好多寻常女子不会有的样子 你就好似月亮 遥远而美好 我不敢多想 只是总情不自禁 对了 季红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你做好了没有 中秋节就快到了 我还想着 在中秋节之前拿到呢 这么急啊 那我现在就去做 现在 不是 你 傻子 我为老爷做了那么多事 老爷一直夸我温顺董事 怎么会赶我走 你先是想害我的孩子 结果败露 老爷后边就调查过 你和那个胡三爷是什么关系 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老爷根本就懒得再看你一眼 所以才让我出面赶走你 李一爷 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村妇吧 关门 你 不要走 给你们买点新衣服 再给子西买点糖 好 吃月 你现在高兴了吧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 你如此下场与我无关 是你自己作茧自负 你 你这个害人的寡妇 我今天要打烂你的嘴 娘 那是爹爹的玉佩 你这死孩子胡说什么呢 我不会看错的 那就是爹的 我明明 一二 三爷 这个汉副把我害得好惨啊 先走了 我 娘 我不会看错的 那就是爹爹的 那明明就是爹爹的玉佩 我不会看错的 我们先回家 那是爹爹的尸首送回来时 我发现爹爹的贴身玉佩不见了 那是爹爹的亲娘留给她的遗物 平日里塞在衣服中也看不出来 只是有次爹爹逗我玩 我看见他脖子上露出一根红线 就揪出来玩 就才发现了那梅玉佩 爹爹还说等我过几年大写 就把玉佩给我带 说能保平安 那你是怎么发现 玉佩不在爹身上的 我想着爹走了 就留下那梅玉佩做个念心 没错想 那玉佩根本不在爹身上 那梅玉佩是浅绿色的 和小姑掉下来的一模一样 我不会看错的 爹的贴身之物 那怎么会在小姑那儿 只怕李平之死和李仪脱不了关系 只怕李平之死和李仪脱不了关系 但不能让孩子们害怕担心 你们别害怕 大方素来贪婪 也许是奶奶当时偷了玉佩送给了小姑 别担心 有娘在我会去问清楚的 娘 别害怕 嗯 三爷 今日那个孩子 发现了玉佩 我怕事情瞒不住了 怕什么 她一个寡妇 能耐我喝 那一不做二不休 就让她去和我那个 死鬼二哥做伴吧 那就 哥 高高一点 再高一点 这动物真好看 娘 你回来了 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娘 你看这个动物好不好看 可是我坏的 这么厉害呀 原来娘在你们心里 就是一副活脱脱的汉服模样啊 我只是姐在 娘这样子很厉害 我看 你们就是觉得 娘太凶了 娘其实不朽 娘只是 大气十足 大气十足 由来金国甘心寿 何必将军是丈母 十月娘子就是女中豪杰 金鸿 你是不是做好了 心不辱命 谢谢 父子 你给娘子是什么呀 是 不告诉你 金鸿 留下来吃饭吧 我买了好多菜呢 是 金鸿 可做得漂亮些 让她小娘子速速上路 是 中秋是个团圆的好日子 来 我们干杯 干杯 干杯 也许 我们以后不能顿顿在一起吃饭 但是 娘希望 你们以后的生活 能一天比一天更好 是 十月娘子 今日你这话似有古怪 但能和你 还有三个孩子一起过中秋 我很开心 金鸿 就你那酒量 你就别喝了 不然呀 我怕你醉到年夜饭的时候 还没醒呢 其实 我有件事情想告诉大家 我 我 我 这么多菜呀 看来我的二嫂 这小日子过得真是不错呀 李仪 李仪 你们来做什么 只不过可惜啊 我的好日子 全都被你给毁了 你说吧 这笔账 咱们该怎么算 这里不欢迎你们 请你们出去 放心 我们会离开 但这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我们都会拿走 一个同伴也不会剩下 沈宇 你的死期到了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年头 不就是饿死胆小 撑死胆大的吗 再说了 李平我也杀了 也不在乎再少你一个 没想到 大房里最恶毒的人居然是你 你连自己的亲人也能杀害 谁是我的亲人 李平 他只不过是我爹 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生的野种罢了 伤他却让他自己挣了钱 这本来我不想杀他了 可惜啊 他拼死反抗 还看到了三爷的面罗 我该他死 娘 爹爹原来是这样死的 我要给爹爹报仇 子强 好孩子 这仇娘给你们报 你还想报仇 你知不知道把我们李家坑了多苦啊 我娘被气得瘫在了床上 大哥没人管着把房契都给堵没了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 说报仇 好啊 那今日 你们就和李平团聚去吧 说报仇 好啊 那今日 你们就和李平团聚去吧 嗯 娘 那是爹爹的运派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死人的东西怪晦琼 就当还给你们做陪葬礼吧 上 没想到池月这小娘子还真有不少银钱 这一次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季弘 你离桌子近 你狠狠地撞一下桌子 把那个茶碗撞到地上 好 齿月娘子 我顾不着 我忙前一点 好 怎么样 还差一点 太好了 我们去拿那个碎片 mente 嗯 快 你看 aching 快拍摄 快点 快点 连了 嘿 再咱俩 和他 自宅 自强 来 起来 来 起来 娘 娘 娘 我们冲出去 子强 别冲动 季弘 你帮我照顾三个孩子 我去对付他们 你一个人 我还是和你一起吧 别担心 我自有办法 你不是给了我一件冰气吗 你看 三爷 这事也做完了 我陪您回去喝一杯 好 别活 慢着 这小娘子还真够难缠呢 上 三 三爷 你的什么妖法 看什么 上啊 上啊 你什么咬的 你啊 她是为我 我倒是为你 我要给你 你见我 三爷 霓裳啊 你要不是阿太监 死的就是我们 快上 别闹 上这儿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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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依 你这是咎由自取 你等着向衙门交代一切吧 疼完了 疼完了 娘 娘 娘 子强 娘 娘 娘 子强 子弊 吃 娘子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所有的选择都是命中注定 也许 这真的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那我认识池原娘子 或许 也是一种缘分吧 是你 和他是奇确的 ¿um 演员 你吃 娘 你也饿了吧 快吃吧 我希望 我永远跟娘在一起 子强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如果我不在的时候 你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妹妹 你能不能一直在我们身旁 永远不要离开 岁月长河滨洋洋 齿悦娘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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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做梦了一样 一会儿活手 一会儿满头大汗的 做梦 我是做了一个梦吧 可是那些孩子 对对 你当梦里就一直念叨是孩子 孩子 也不知道和他们 能否再相遇 也许 下次梦里 还能再遇到他们 兄弟 爱OST 上面 寺院 是 约翟 这边 对不起 你们好 我是陈月 我是陈月 看前方的那样 把似你 还有希望 若时光会圆满 这一路不堪的伤 岁月长河的念念不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